《世界里人》这个角色 他实际讲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他实际是利用了萧太后的整个出兵 然后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去为母报仇 他能为自己的父母去战 觉得是孝的这个人 在他的意义上 他还是一个所谓的好人 我觉得那个编剧呢 把这个人物还是赋予了 他的人性化的东西 有区别于那种 所谓的反派 坏人的反派 他写了一个人性化的约绿园 然后导演在把握这个人物上面 给了我很多的空间 大家能把一个角色去探讨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探讨 很有意思在现场 作为演员的话 我对这部戏有非常大的一个期待 我相信导演一定会给大家 呈现一个不同的 很强的视觉冲击 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 我也希望大家去看杨家家